歡迎收看有熊老師培女教數學 那今天我們這一集要把我們前面有一些 作業裡面的題目其實很值得來講解一下 來確定大家有 正確的來思考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這集要來講解之前的題目 來看一下這一題 這個有一個長方形 長是6寬是3 他說把它切開成甲乙兩塊 如果甲乙兩塊的面積都是直數 而且這個圖形上顯示 這個A比B大 那因為他們的寬都是3 所以其實這個甲這塊比B大 那求這個 B分之A是多少 這個問題他在考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直數他只有兩個因素 你們要知道說直數他只有自己跟1這兩個因素而已 所以說今天有一個A 他乘以3會變成 甲這個面積是直數的話 奇怪嘛 如果甲他有3這個因素的話 那他就不是直數啦 所以呢 仔細想一想 其實題目 並沒有說A跟B一定要是整數 所以這個題目並沒有出錯 是這個A跟B呢 他其實是分數 他其實是分數 那是一個怎麼樣的分數呢 他竟然說甲是直數代表3乘A 是一個直數 對不對 3乘A是直數 那我們就乾脆把A說成是這個 3分之甲 因為3乘A是甲 所以A是3分之甲 那這個B也一樣 B呢他其實是3分之1 可以嗎 好 那這樣子呢這個3分之甲跟3分之1合起來 應該說 對3分之甲跟3分之1合起來是 6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 3分之甲 加 3分之1合起來是 好 這個長 這個長是6 好 那你也可以把題目寫成甲加乙是18啦 然後甲加乙是18 這樣也是可以啦 那 因為我們接下來下一步就是要同乘3 所以就是直接看面積也是寫甲加乙是18 這樣子 好那這樣子其實就不難想到啦 他就是要問說有哪兩個直數加起來是18 那 那你想說那我們為什麼不直接 算這件事情好就是要讓你了解到說呢 這個A跟B其實是分數 A跟B其實是分數 那有哪兩個直數 加起來是18呢 1加18 2 1加17 那因為1不是直數 所以不能要 2加16 3加15 4加14 5加 13 5加13 所以有一個 那因為這個加比較大 所以一個情形就是 甲是13 乙是 5加13 然後6跟12 7跟11 所以這個也是 8跟10 9跟9 就沒了 所以呢 答案有 其實這個 A跟B的可能 有 兩組 哪兩組 不是 5跟13 因為我講的是 A跟B 嘛 所以其實 A跟B可能的情形是 3分之5 和 不好意思 B比較小 A是3分之13 3分之13 和3分之5 還有另外一組 是3分之17 和3分之11 這樣可以嗎 那 來看他的選項 所以這個A除B可能是多少 那看起來3跟4都有一點像 不過我們要選的應該是3 因為A除B比較大 所以 如果是這個 7 7 7跟11 所以 如果是7跟11這一組的話那應該是A是3分之11 B是3分之7 除起來應該是 7分之11 所以我們 其實要選的答案是3 這個 這樣子有想對嗎 因為答案畢竟是只有4個 有猜中 機率不低 但是要想的要想清楚 來看下面這一題第五題 其實這一題蠻好的題目 我覺得 我覺得設計的很好 他這個 短除法 然後算到這裡 這樣子的時候 跟你說 ABC是6 ABC是6 ABC的供應數是6 代表到這個3 這裡的時候呢 他們都是同時被取出來的 所以其實DEF的最大功數就是3 這個可以嗎 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其實呢 你要確定真的是這樣子 你必須要把這個觀念想得很清楚 那下面這個 GHI呢 這就是我們前面在練習的時候 你看我都會說如果你要取這個 比如說 12 8和16 如果你要取他的最 最小功倍數 你等於是先把他的最大功因數取出來 4 3 2 4 這個時候 再對3 2 4 取最小功倍數 因為我們可以 就把上面遮著不看嗎 好 就把上面遮住不看 光看3 2 4 那我們來做最小功倍數的動作 2 3 1 2 所以3乘1乘 3乘1乘 2乘2 這個部分就是3 2的最小功倍數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去算 12 8 16的最小功倍數等於是把這個部分 再乘這個4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最小功倍數的時候當我們最大功因數取完他說最大功因數是6 當我們最大功因數取完的時候剩下在做的其實就是在取這個 GHI的最小功倍數所以GHI的最小功倍數就是這個2乘1乘7乘5 是70 好 沒有嗎 來我們來看下面這兩題 這個 我們在前面留下了這些劃檢的解方程式的題目 好那因為其實 實際上1乘1次的單元是在 第3章才會正式的去教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那麼熟沒有關係 只是讓你有機會練習 然後 在這裡算一次給你們看 那 增加記憶啦 之後還 都還會再教 這個 我們前面有講到 像這種問題 它有兩種 方式去劃檢 第一個是直接通 分母 把分母通成6 那我個人的習慣 就是 通分的時候就寫在同一個分數 就不用再寫一個6分之多少 6分之多少 然後還要合 我們就把步驟省一步起來 所以上 這個是上下同乘3 那你在乘3的時候你要記得 就是前面也要乘到3後面也要乘到3 一開始不熟的話最好把這個 分配率的時候 最好把這個箭頭拉出來 所以它其實是6x-6 減掉 這裡上下同乘2 那你在乘2的時候要注意 因為它是減的 當我們放在同一個 分數裡的時候這個負號 跟這個2 都要一起分配給 他們兩個 所以等於我上面是乘2 所以是減6x 這個負1乘2是加2 所以是6分之負4 3分之負2 所以這一題 那另外一個算法是乾脆把這個分數拆掉 2分之2x-2 2分之2x-2 它其實是 2分之2x 這裡我步驟多寫一個 然後減2分之2 然後減掉 這裡3分之3x也是 然後減1 可是你要注意我這個減是對這一項通減 所以我們剛才放在上面 我是直接放 這裡我也多寫這一步 就是這個減號 是對後面這兩項一起減 所以它是減 3分之3x-3分之1 那我們都把它合起來 所以它是x-1 然後減 x加 3分之1 所以是負3分之2 那這樣子也是 解法 這一題 這樣可以嗎 來看一下下面這一題 120除以a的 商市指數 求這個a有幾種 那這個就是在問你什麼 其實我們 它除 a 因為指數一定是整數嘛 它除a會是整數 代表其實它就是a跟這個整數乘起來 所以其實a也是它的因數啦 那我們就來把它的因數找出來 1乘120 2乘60 3乘40 4乘30 5乘24 6乘20 8 乘15 9 9有嗎 9沒有 8乘15 10乘12 沒了 這樣子 那他說這個3會是直數嘛 也就是說這個a其實跟一個直數乘起來是120 所以我們來把直數挑出來 2 3 5 沒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答案是什麼 答案不是235 答案是 這個 6 10 4 10 和 24 對不對 所以他說a有幾種 然後 他問的是有幾種 所以答案是3種 好 再來看第 下面這一題 他說這個 男生有 950人 女生有 836人 那各自分成數對啦 如果每一對人數相同則最少共分幾對 這個時候一對幾人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前面練習的那個 水果分 分裝盒子的概念 所以我們再來 練習一次 你要去想清楚 這裡面有一些數字 這些數字跟這個其他的要素的關聯 分隊 所以是什麼 你看他就問了啊 分幾對 一對幾人 對不對 所以 分幾對 對的數目 乘上 一對幾人吧 那這個是就是人全部的數目 所以男生 在這一題裡面呢 男生到底分幾對一對幾人乘起來是 950 女生分幾對一對幾人 吼 乘起來是 836 來我們來看題目 他說 怎麼樣 每對人數相同 題目講得蠻 淺白的 所以每對幾人這裡是一樣的 對嗎 他要 好 最少共分幾對 怎麼樣才會分得少 就是每對人數越多越好 所以每對人數這邊應該是他們的 因數 那我們要找的是最大公因數 因為要越多越好 這樣隊伍才會少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去對這個 950 和 836 來取最大公因數 那在這裡示範一下 即便是我 已經忘記了 最大公因數是多少 可是那我會怎麼想呢 因為 你看我們這就是我們之前要擬裂那個表 他是有點用 因為95他就是 5乘19 那平白無故有一個19 感覺有點 特別 對不對 好 所以這裡會不會也跟19有關係呢 那想一下 如果是19的話 那乘到4 乘到595不行嗎 乘到4是 836 真的不得已 因為還是得一段除法 還是得除法 19 那 4的話是76 所以是 又是76 所以44 所以這個是 19 50 44 那還可以再抽 對不對 所以其實還可以再抽 抽多少 2 25 22 所以這個時候 人數最多的時候呢 一對是19乘以2 一對其實是38人 那男生這邊有25對 女生這邊有22對 那我們直接來看下面這一題 他乘上題 也就是說這個 男生依然是950 女生依然是836 那請問這樣子他說現在是要怎麼樣 每對的 男生人數要一樣 而且女生也要一樣 所以呢 他現在是 這個 男生的人數自己一樣就好了 女生的人數自己一樣就好了 那他是要男女生 這個男生對女生對數目相同 所以他是要對數相同 所以 其實這個對的這個數目才是同的 還是同的 那他也應該是他們的因素 所以其實供應數求出來是這邊 那他說最多可以分幾對 所以其實這個答案就是 我們已經算過的最大供應數 38 那這個時候一對幾人呢 因為男生對呢 其實跟女生對人數不一樣 所以分開寫 所以這個時候男生對是 25人 女生對一對是 22人 可以嗎 再來我們來看這裡 好 這個 這一題我們之前練習過了 我們來看這個 X如果是介於23和A 那符合這個條件的X裡面 有7個是指數求A 所以我們來數一下 那在這裡就帶你數 但是呢為什麼要練習這一題 就是要配合這個 我們要去思考 有沒有等號 然後 這個值數這件事情 要數到哪裡才算 我們來練習看看 因為可以等於23 所以符合這個條件的X裡面最小就從23開始 所以他可以是23 然後勒 29 然後 31 然後 37 然後 41 43 47 47 然後 53 這樣幾個 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 五個六個七個 到 47的時候是7個 那他符合這個條件的 值數有7個 那所以這個A的答案就是 如果A是47是可以的 對不對 可是呢 其實他不只等於A 他可以小於A嘛 所以數到47 的時候呢 你想想看 數到47是剛好等於A 那如果A再更大 他就小於A 這樣也還是可以的 因為這樣還是在47裡面 所以 你看我們試試看 我們想如果今天答案不只47 還有48 那A是比23 大於等於 所以從23開始數 1234567 他小於48 這樣是不是總共有7個 對不對 所以48也是 那其實這個49 50 都是 51 52 到哪裡不是 到53不是 因為53 因為X可以等於A 但是結果如果他等於53 那變成符合條件的就有8個 所以這一題的話呢 如果字幕的A是多少 答案要寫123456 總共有6個答案 可以嗎 那他如果只是問答案有幾個的話就答6 但我們接著看下面 這個 第四題這個 你看我們再來數一次 從30開始 那數到他這一次沒有包含30 那不過因為30本來就不是指數 所以沒有差 那他要到小於A有7個 還有 有7個 所以我們從大於30 1 2 3 4 5 6 7的話呢 這個53的下一個 59 所以123 4 5 6 7 對不對 但是A可以是59嗎 因為他不能等於A 所以如果今天A是59的話 他要小於A 所以這樣就變成只有6個 所以A反而不能是59 A不能是59 那A必須從60開始 60 然後這個 61呢 可不可以要 可以要喔 雖然61是指數 但是呢 怎麼樣 因為他根本不能夠等於61 所以他小於61的話是7個 123 4 6 7 所以可以要對不對 那62可以要嗎 如果是62變成61就包在裡面 那不行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60和61 再來看這個 這個 小於70大於A 我們再練習一次啦 我們再練習一次 剛剛數到59 59下一個是什麼 61 然後67 那再來就 超過70 所以小於70 大於A 那他問這個整數A的最大可能 那來數一下要7個 所以123456 到7的時候 是41 可是他要比 A小 所以A如果是40 他要比A大 但是不能等於A 不能等於A 所以A如果是41 這樣前面只有6個 不行 所以他不能是A 不能是41 那他可以是什麼呢 他可以是從他後面開始 40 39 38 那 因為他問的是 最大可能 所以我們選的是 40 答案是40 可以嗎 好 那如果不是問最大可能 他問所有 可能的整數 A 那就是40 39 38 到37 也都可以 因為他不能等於A 所以A可以放37 這樣子他的那個指數都還是只有前面這7個而已 可是他問的是最大可能 所以答案是40 這樣子 再來看這個 他從60開始數到A 那 問A的最小可能 然後說 7也是7個我們來數一下 所以從這裡開始 59開始 不好意思 從59開始 12 3 4 5 6 7 到7個的時候 到7個的時候 到7個的時候是31 那他可以等於 A 所以A 可以 是31 但是31 是最小的嗎 如果我再小一點30呢 那也還是會有這7個嗎 也還是7個 好 所以A呢 其實可以是30 但是他可以是29嗎 他如果是29 因為他可以等於A嘛 所以A如果是29 就會把29算進去了 那這樣子就會變8個了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30 這樣可以嗎 就是這一題 那這個利用一點點時間 我們來 練習一下之前教的這個 二進位 我們之前是把一個 二進位的數字算出他其實是多少 再舉個例子 例如 110011 那這個是多少 如果他是二進位的話 二進位的第一位代表有 有1 第二位代表有2 第三位代表有4 他是2的次方 8 16 32 所以如果今天是這個數字的話 他是1加2加16加32 這樣多少 這個 39 19加32 的話 51 所以這個 其實是50 對嗎 那如果我們今天想要試著 我給你一個指 比如說這個 100 100感覺 太 不好 101好了 101 那請以二進位表示 那你就會面臨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 那 我要從哪裡開始 行 對不對 就是 我怎麼知道他是 他最大位到哪裡 那其實這個想法很簡單 這個想法很簡單 你看我們十進位也是嘛 你100好 實進位其實 100這個數字呢 他除以10就於1 除以100就於 01 假如我今天有一個這個1 有一個數字是這個12345 12345 他除以10就於5 除以100就於45 除以1000於345 除以1萬於2345 對不對 如果是除10萬就於12345 好吧 所以其實二進位裡面也是一樣 這個 我們今天呢這個數字呢 他是51 你看 51他如果去除這個32的話 他就會於後面這一斜東西下來 那如果他去除16就於這一斜 如果他去除8就於這個 我們來算一下 51除8 8648 於3 除4也於3 除2於1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只要想到 這個101他最大 就是 因為除到超過就 就一定是0 所以最靠近他的2的次方的應該是 64 64在上面那個是128 2的6次 64 8864 所以呢 他除64應該會除 進 他可以有一個64 那除64之後與多少 扣一下 除64 37 剩下37 37那有沒有32 有32 有一個 那除32勒 一定只有 商一定只有1而已 因為是二進位 商不可能是23 這就是扣32 扣完32剩 5嗎 對不對 那5的話所以32下面這個16有沒有 沒有 8有沒有 沒有 4有沒有 有 好扣4 扣4之後剩1 所以2沒有 1 剛才4有對不對 不好意思 所以4有 2沒有 所以4有 1有 所以今天這個1001呢 如果寫成二進位的時候呢 他就是寫成1 寫成這個 1100101 代表4 還沒有去的吧 我們再來練習一個看看 大一點喔 好 如果今天是這個 就1234吧 1234 1234那請問 我要最 他的他會從哪 哪一位開始 好我們有這個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寫不寫喔 512 寫來這邊好 移動移動 512 1024 再上去就2048 就超過了 不用看了 所以來 減一個 1024 1024有一個 對不對他除3 他除1024有一個 上有1 他除1024之後 1234-1024 剩下 210 210 210 所以 512沒有 256沒有 128有一個 128 8 他減128剩多少 這個 72加10 82 82 所以82呢 有64喔 所以可以減一個64 82減64 那這個是 16加2 18 18所以 32沒有 但是16有 18-16剩2 所以是 沒有沒有 2有一個 1 所以這個1234如果以二進位來表示呢 他就會表示成這個 100 110 100 10 好像在念什麼 奇怪的口徑 保險箱密碼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二進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上到這裡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作業 作業 請寫這一招 那這個我現在都會把作業印成圖檔 那各位可以去這個粉絲頁 裡面看 我也都會把連結貼在閱讀底下 那我們就上到這裡